見證由修德 修復由思穩 善有極多穩 實為惠所依 這裡其實就是在講 既然般若的智慧這麼重要 般若這麼重要 般若到底是怎麼來的 學佛其實就是智慧的圓滿完成而已 我們其實真正學佛就是要優 如果就是從反到聖 從反到聖 就是這個過程而已 那麼聖裡面又有分 有學跟無學 這是身文 菩薩裡面就是究竟不究竟 究竟的就是佛 那麼還沒究竟的就是菩薩 基本上是這樣 那麼反跟聖的差別就在於智慧 那麼凡夫有沒有智慧呢 如果這樣來講 凡夫的智慧是雜然的 有肉的 所以如果有的話 那這個叫做有肉會 事件的 就前面有講過 真正來講 凡夫是沒有剝勒的 但是我們現在在修學剝勒 我們也是凡夫啊 那個是有肉的 但是從有肉到無肉 這樣 它是有肉會 它這個是 智慧它是無肉會 它這個是無肉會 那麼唯一的差別就是 有肉會跟無肉會的差別 那什麼是無肉會呢 就無我的智慧就無肉會 不夾雜我劍的 沒有我劍煩惱 沒有無名的 你把這個身劍斷掉了 我劍斷掉了 那麼你就一定是聖者 所以一切學生劍 無違法又差別 就無違法的智慧 無肉會 就劍無違法的智慧 或是劍緣曲 劍法的智慧 那這裡講 所以重點在這個無肉會 那無肉會怎麼來的呢 無肉會怎麼來的 一般來講 就叫做文師修正 就是智慧有分哪一些 文師修正 那我們講的無肉會就是指這個正 正所成 正所成會 正所成的會 叫做無肉會 那麼這個都是 這個基本上都是有肉會 但是你沒有透過文師修 你沒有辦法正 你沒有透過文師修 你沒有辦法有修所 有正所成會 那麼所以這個 從有肉會到無肉會 從有肉到無肉 從反到聖 所以重點在這裡 但是這個必須由這個來 這個必須由這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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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這個要從清淨善事來 你要由清淨善事才能夠天文正法 這個天文正法 這個如理思維 這個法水法行 就變成這樣 所以這裡就變成 事欲流之 由清淨善事 然後天文正法 後面我們會再講 就是事依 依法不依了 清淨善事 天文正法 由天文正法 然後如理思維 由如理思維 然後法水法行 基本上是怎樣 由清淨善事 然後天文正法 那麼能夠跟你講正法的才是善事 那假的是寫法 或是不能讓你解脫的 不能讓你向善 向善 向善 解脫的 那個不是善事 天文正法 那什麼叫做法 那麼真正的法 就是讓你解脫的法 那麼 或是讓你成否的法 那所以後面會講 什麼叫多聞 什麼叫縮法 所五一無我的 能夠讓你斷煩惱 斷身見的 斷奴敏的 這個才是法 這個才是多聞 這個才是縮法的 基本上這個叫善事事 你清淨善事就從天文正法 清淨善事是為了天文正法 天文正法是為了天文正法 天文正法是為了 天文正法要如理思維 所以就變成私欲流之 欲流就是欲入正流 就是從反到勝 從反到勝 然後這裡等於要我們講 就是示意的就是 如理思維 那這個法 你清淨善事的目的 是為了要天文正法 而不是 這個善事事人人好 這個善事事跟我是親戚 這個善事事名聲很大 這個善事事可以幫我加持 可以幫我超度 都不是這樣 你是為了要跟善事 你是為了跟這個善事事學習正法 了解怎麼修閒 怎麼解剖 怎麼離苦 怎麼幫助眾生 怎麼承諷 那麼 所以清淨善法 你要好好的思維 這個法的道理 那麼思維之後是為了縮行 如說修行 所以要法 隨法行 那這個我們就叫做說 從反到善 這個叫做欲流 欲入善流 欲流之 就叫四欲流之 這上面就是 這個視覺就是四欲流之 這是四種 你從反到善 欲入善流 欲流就是欲入善流 欲入善流就是 凡夫怎麼樣修成善者 從反到善 我們就超反入善的方法 那麼這個上面 那麼你還要分辨 這裡是清淨善事 這樣寫 清淨善事天文正法 清淨善事 那麼天文正法 羅里思維 那清淨善事 等一下我們再說 先把這個稍微 先大概看一下 清淨善事要依法不依了 因為重點是在法 所以要依法不依了 主要不是要親近這個人 主要是因為這個人 能夠說正法 那什麼是正法呢 能夠讓我解脫的法 能夠讓我承佛的法 告訴我聖意地人 意義人 那麼這個 所以要依法不依了 依法不依了 那聽文的這個正法 重點是不是這個文字 不是這個語言 不是這個聲音 而是要從這個聲音 所得到那個意理 我們能夠理解 能夠依這個意理 所以聽文正法 要依依不依依 重點是要明白它的道理 不是只是聽那些聲音文字 明相 學起來知識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要依依不依 這個就變成四一 這個四十一流之 那麼奴理思維 你這思維這個道理裡面 它又有所謂的方便說跟舊性說 有聖意地跟這個世俗地 所以你要依正義的來說 依實義的來教 所以叫做依了義 不依不了義 就從奴理思維這樣來看 依了義 不依不了義 你修寫 那麼你要就是 它重點就是你要跟定位相應的 那不是你意識分別的 所以叫做依制不依思 是離正來之的 是要由這個正的 由正所成為的 而不只是在這個思維上面的 依制不依思維 那這個就是四一 這是四一流之 那都是從什麼 從智慧波勒的文師修正來 我們就要來看 先來看 我們先大概這樣知道一下 等一下再詳細來講 好 所以它這裡講獻正由修德 就是獻正會 其實就是正所成會 它是怎麼 從修所成會來的 那麼修復由思維 修所成會 從思所成會來 思所成會 從文所成會來 所以修復由思維 那麼這些從哪裡來 從善有其多文 思維會所應 就是清清戰士聽文正法 這個是一開始 你要怎麼樣養成智慧 你修行就是為了智慧的圓滿 那你這些智慧到底怎麼來 所以你要怎麼修 你的目的是什麼 我要有出世的智慧 我要有無若慧 那你的無若慧怎麼來 從修行來 修行知道怎麼 你怎麼知道怎麼修行 我要從儒理思維來 那你怎麼樣會儒理思維 我從天文正法來 那你的正法從哪裡天來的 從善志士聽來的 他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你要很清楚 你不清楚的話 你清清善志士 只是因為 這個善志士唱的發派很好聽 這個善志士長得很莊嚴 這個善志士他對我很好 他吃腸都會關懷我 你這個就沒有意義啊 你這個不是 佛弟子他清清善志士 不是因為這個善志士 會跟你虛寒問軟 他時不時會送你禮物 他時不時會來人間誇讚你 他長得莊嚴 他聲音好聽 他仍然慈悲 終點是他還給你 他有沒有辦法讓你增長智慧跟慈悲 他有沒有辦法 他有智慧 那你會不會因為親近他 你變得也有智慧 他慈悲你會不會因為親近他 你也變得慈悲 那這個智慧是不是解脫的智慧 這個慈悲是不是 你可以利益眾生 不眾生的慈悲 你要清楚這些東西啊 那你親近這次是 只是因為這個善志士 人家都叫他大師 他弟子很多 他道場很大 或是人家叫他善師 或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他名聲很大 他影響力很大 不是他能夠教你出三界嗎 他能夠告訴你出三界的方法嗎 然後你要很明白這些東西 因為你修行是為了要重返到聖 那現在告訴你 你要成為是重返路正 你必須要有什麼 要有無若慧 無若慧就是正所成為 那正所成為 那正所成為怎麼來 從修所成為來 修所成為怎麼來 從師所成為來 師所成為怎麼來 從文所成為來 文所成為怎麼來 從善志士來 所以善志士要讓你有正法 而且能夠教導你分別什麼是正法 什麼是邪法 什麼是善法 什麼是惡法 什麼是有利益的法 什麼是沒有利益的法 什麼是有意義的法 什麼是沒有意義的法 什麼是沒有意義的法 他能夠引導你重返到聖 他自己也要這樣修重返到聖 從有肉到無肉 從有為到無為 乃至可以讓你從有學到無學 出國到俄國 俄國到三國 三國到阿羅漢 從聖文到菩薩 他可以引導你 可以幫助你 可以鑄成你這樣 那麼這個才是 好 我們往底下看 那現在這裡就講這個了 所以你一開始要怎麼樣 清清三師 天文正法 從這裡來 從這裡來 那最大的善志士當然就是佛 當然就是佛 所以他說菩爾 有聖意菩爾跟世所菩爾 所以他說真實的菩爾 聖意的真實的菩爾 是由修習所得的憲政菩爾 親切體正的菩爾 我們就說無肉慧 就叫正所成慧 他就是無肉慧 那麼從國外來講就是見元起見無我的智慧 從大聖來講就是見不聖不面的智慧 他其實是一樣的 那我們剛才講 那菩爾 聖文跟菩薩的不一樣 從廣義說或神聖意說 他可以是一樣 可以是不一樣 可以是三聖敬敏 可以是大聖敬敏 可以是大聖敬敏 這我們剛才講了 好 那麼這裡 所以他這裡講 那這裡講說聖意跟世俗的菩爾 那麼我們看金剛經二道五古提 一樣 他一樣生所謂的聖意跟世俗的 那麼文字菩爾起觀照菩爾 由觀照菩爾起實相菩爾 他就變成這樣 那麼這些就變成是 文當然就是文字 那麼起觀照菩爾 觀照菩爾正實相菩爾 所以這裡就變成文字菩爾 菩爾基本上 像伊金剛經裡面講的 基本上那就是文字菩爾 聲音語言文字都一樣 圖像也一樣 文字然後起觀照 你由這個文字起觀照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 我們說的文 文 那這個就是詩跟修 詩啊 然後修 那麼這個是實相 那麼修 那麼修跟修到正 這個是正所成 這個是實相菩爾 從文字起觀照 由觀照正實相 這個是文所成到詩所成 那詩所成到你 修也可以 這個也是文詩啊 應該是這樣 文詩 修 修 正 那麼這裡是這裡跟這裡 然後實相就是由修到正 就正所成 那麼你體正大了 你領悟了 那麼他基本上就是無肉的 那麼這裡 這裡基本上是世俗的菩爾 這兩個都是世俗的 這個是正 那麼正基本上就是正義的 就真實的 正義就是真實的 這個是世俗的 這個是正義的 那照理講這個不能叫菩爾 只有這個才能夠叫菩爾 但是這個要從這個來 這個要從這個來 所以這個也叫菩爾 就好像戒定慧叫做三無肉旋 照理講無肉只有慧有無肉慧 沒有無肉定無肉戒 但是因為你有無肉慧 你的慧要從定來 定要從戒來 所以這個就是叫做三無肉旋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這個才是真實的菩爾 勝利的菩爾 那這個是世俗的 還是世俗的 因為他還是有肉的 那這個才是無肉的 十項 但是這個要必同這個 所以這裡講 他是獻證修喜所得的 因為修而正所得的獻證的菩爾 那麼親切體正的菩爾 如說菩爾定實相 這個定導師底下有解釋 不然這樣也看不懂 定是契合而如如不動 就是完全吻合完全契合 就是所謂的菩爾 就是完全正的實相 基本上就是這樣 完全跟實相相應 契合實相 所以這個叫做菩爾定實相 勝身極重 現在在講菩爾跟智慧的不一樣 其實菩爾翻出來就是智慧 但是智慧不能完全代表菩爾 所以我後來就不翻 直接用印譯 用智慧來分 很多人會誤會 如果翻成英文 那當然 因為你這個 你不翻成其他國家的文 因為他們國家的文 這個名詞就代表這個意思 但是他超越這個意思 所以他後來很多都是 因為意義很深 你這樣翻沒有辦法完全翻 後來很多都是音譯 後來就沒有叫 有時候也會翻智慧 但是後來就不翻 就直接叫菩爾 變成這樣 那這個是 這個是 有時候大事論裡面 然後是一些他會這麼說 他說 菩爾的意義甚深 那麼一般世俗的智慧 沒有菩爾的意義這麼深 所以沒有辦法翻成智慧 用世間的智慧來說的話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完全契合智慧 波勒這個意思 所以沒有辦法 智慧不能比啊 不能稱就是不能相比 你沒有辦法相比 稱稱量 他說要知道 波勒本是世間固有的名詞 那其實波勒也是世間的 因為他既然是文字 它就是世間的文字 那麼世間的文字都是在 發明出來形容世間的東西的 那麼如果沒有這種東西 就沒有那種文字 比如說這個叫奇異筆 那奇異筆應該也不會超過50 50年前應該沒有奇異筆 50年前沒有奇異筆 比如說這個叫時鐘 那白板 白板也是最近才有的 以前只有黑白 沒有白板 白板也是最近才發明出來的 應該也不會超過100年吧 光它也沒有到100年 50年多了沒有 那麼所以 以前沒有白板 那現在有了 就是發明這個東西 就給它一個名稱 給它一個名稱 像電風扇人一樣 以前沒有白板 還有電風扇人 然後現在發明出來 像電腦也一樣 像台幻 這很多東西都是 為了來形容這個東西 就給它一個名稱 然後好來稱呼它 其實是這樣 那所以這些都是屬於世間 在說明一個概念 然後給它一個名詞 然後來紫色這個概念 來形容這個概念 就好像每一個人出生 都要給它一個名詞 以後好來稱呼它 誰誰誰誰 那還沒出生之前 沒有這個本 沒有這個人 一出生了 就有這個人 有這個名詞 那給它一個 一個生命證號吧 好來查明它是誰 類似像這樣 那世間的名相 都是這樣來的 好 所以它這裡講 它這裡講 剝了也是這樣 本是世間固有的名詞 是以剪則為性的名詞 好 我們這裡有一個新的名詞 叫剪則 這個我們比較少看到 那些剪則是以前就有的 有的名詞 但是我們很少用 我們現在就用另外一個 但是一樣的意思 叫做選擇 因為我們很少看到剪則 剪則只有在佛法裡面才有 那麼一般我們看到的就是選 那剪則就是選擇 但是我們看到選擇就會覺得 剪則好像看起來比較高貴 有智慧一點 像佛教在用的 那麼選擇就是一般人用的 那其實它這是選擇的意思 那它這裡講 是以剪則為性的理智 所以剪則從佛法來講就是 依智慧來做正確的判斷 那通常我們的選擇也是 用我們的智慧去選擇 我們一生都在做選擇啊 我們一生一開始是 一開始可能你投胎 有的也有選擇的 有的是不能選擇的 是醫院的 有的是醫院 他也有選擇的 那麼有智慧的人他會選擇 我要投胎到什麼一個地方 那誰把我生下來 有智慧有能力的人 他是可以選擇的 沒有智慧的 一業力的就不行 他不行 他沒有選擇的 那麼之後我們就一直在做選擇 那麼小時候是 父母親幫我們做選擇的 你去讀哪一間學校 那麼你要做什麼做什麼 你要吃什麼 母親煮飯可以吃你要吃什麼 長大後通常我們都自己選擇的 比如說有一些人還是 你要嫁給誰 你要娶誰 你要讀哪一個科系 都還是父母做選擇 但是你自己也有選擇 你要吃什麼東西 那你要去哪裡 那麼你要做什麼工作 很多都是你要透過 那你為什麼會這樣選擇呢 當然你從你的經驗 或是你的理性 你的智慧來做判斷 我要叫這個人 我要跟這個人結婚 我要做這個工作 我要離開這個公司 我要投資這個股票 我要買什麼東西吃 然後基本上我要買哪一種的咖啡豆 反正你有多種選擇 我們一輩子都在做選擇 那麼你會經過你的經驗 這種選擇會越來越有智慧 或是你不一定來看人 所以這種檢則基本上 從佛法來講就是 你智慧 以你的智慧做正確的判斷 那麼這個叫檢則 所以以檢則為性的理智 是他把智慧放進去的 但憲政實相的剝落 為世間從來沒 就是他不是世間的 他是出世間的 那這一些是世間沒有的東西 你所證的不是世間上很有的 但是名詞這些名像 都是在描述世間的東西 所以他說也就不是世間固有名詞 可以稱呼的 所以你用剝熱用智慧 基本上都不能正確表達這個所證的內涵 所以他一般會想 離文字下 離行元下 那麼就是 不是文字所能表達的 也不是你過去那些概念 你這些概念都是從你之前學習來的 也不能夠比喻的 沒有辦法 所以他說 那這個要叫什麼好呢 符有善巧 使眾生依著世間固有的晦信 使他向高深處進展 進展到超越世間的理智 憲政實相 這是以檢則的晦信所引發來的 所以雖不是世間固有的智慧 所以也就叫做波勒 其實波勒是印度化 翻力過來我們就是智慧 那我們現在把它 就是智慧跟波勒分開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用 那當然印度就沒有辦法 印度沒有計較波勒就叫智慧 他波勒就是智慧 他是印度化 他就是波勒 那我們的這個翻過來叫智慧 但是他這裡告訴你 他並不是世間的智慧 其實是這樣 所以但是他說的波勒不是世間的波勒 說的智慧不是世間的智慧 那這裡講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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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其實修慧而得的智慧 絕非世間理智所可比的 佛法的憲政不是脫空而來 就是不是拼空而來 那麼它是有方便 是有修學的方便 就是你要有那個善巧 你沒有方便 就是沒有那個方法 沒有那個修學的方便 就是沒有那個方法 那你是 就是你獲得這個智慧你是有方法 那麼是有因緣的 是有條件的 那麼這個方法 這個條件就是什麼 文師修三慧 所以說文師修正 我剛才寫的 是由修所成為進修而得 修所成為是與定相應的智慧 那麼修也不是盲目的修 它是要什麼 你怎麼知道要這樣修 這個就是方便 你要有正確的方法 那麼我由失所成為 那什麼叫失所成為呢 你對這個法義做深刻的思維絕疵 才可以作為觀察的所願 那麼這個觀察的所願 一般我們就是所謂正念正知了 那麼師又從文所成為來 你怎麼知道要這樣想 那你一文字啊 一聽語言啊 你在各樣講 我就這樣想 正確的是想 所以一般像七覺知裡面 念責法 責法覺知 這個責就是簡責 依智慧做選擇的 依智慧而做 我們叫做責法覺知 或有時候叫責法眼 有沒有 有時候叫責法眼 要具有責法眼 就是佛教長官的名詞 責法眼就是要有責法的智慧 一樣 那麼責法覺知責法眼 那麼就是你要有智慧 來做正確的選擇 什麼法對我是有利益的 什麼法對我是沒有意義的 你要正確的選擇 什麼是正 什麼是邪 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 我們現在很多人 很多佛弟子 神佛不分 佛道不分 正邪不分 內道外道混在一起啊 佛跟神 參在一塊啊 我們以為的佛其實是神 我們把神當作佛啦 就是把佛當作大力神啊 然後念佛 然後佛就向神加持我們 希望得到佛的庇護 希望神到佛的加持 那我們就可以離古得了 這個就是神佛不分啊 念佛當成念神啊 拜佛當成拜神啊 求佛當成求神啊 那你沒有辦法 那你沒有修法的概念 那麼你這個法 你這個法不是正法 你當成正法啦 那麼你念個解脫咒可以解脫 有這種法嗎 沒有啊 那你以為是啊 那念了往生之後就很往生 也不用信念神啊 那有這種嗎 念了沒有定業真言 就可以把業當作變掉了 也不用經過懺悔啦 那你沒有辦法分別 就是說你沒有智慧去分別 什麼是正法 什麼是邪法 什麼是法 什麼是非法 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 什麼是有利益的法 我這樣修是可以解脫的 這樣修是不能解脫的 這樣想是有意義的 這樣想是沒有意義的 這個法 這個法是佛法 不是佛法 你都分不清 這個就是什麼 你沒有智慧 你究竟要先分 我這樣修 我這樣修是有利益的 是也有利益的 這個是善法 這個是惡法 這個是正法 這個是邪法 這個是佛法 這個是相似佛法 你要能先分清楚這些東西 那你都不清不楚 不敏不白 那你這樣修 你再敬盡的時候 因為責法後面就敬盡 西絕之事念 責法 敬盡 念責法 敬盡 那麼你先要分清楚 正確的你才敬盡 所以正見正思維之後 那麼後面 正與正見正面 後面才有正念正定正經經 之後才正經經 那前面是要正見的 那麼你要先有這樣的 正確的觀念 正確的智慧 那麼你之後 依責法決之而來的經經 那麼才能產生 才能產生真正的法系 念責法經經 使清安定神 那麼你才會有成就 就好像你這個正法寫法不會分 你修得很用功 結果怎麼樣 結果也不能得解多好 你念之後念了一百萬遍 念了財神之後 希望財神夠把錢送來給你 念了一百萬遍 那些花了一百萬 結果也沒有看到財神 那倒不如佛陀教你的什麼 要能捨 要布施 要行善 這個才是有福報 那你沒有 你把一百萬拿去財神量 倒不如把那個一百萬 你希望從這個一百萬 你不要說一百萬 從一萬塊 那麼希望能夠得到一百萬 你倒不如把這一萬塊 幫助那些窮人 你做善心 做故事 幫助救命 是幫助那些窮人 幫助那些沒有上學的人 那麼你不是求財神 你是自己做財神 但是幫助那些人 你還比較有福報 還比較能夠得到更多的 那這個才是真正的所謂財神法 不是叫你去求財神 是叫你像財神一樣能捨 財神為什麼叫做財神 他擁有的東西他能捨 你修財神法 就是修他能捨的這個心 而不是求財神 你既然能捨 把你的錢錢都捨給我 那個不是財神法 那我們錯了 後來又念財神衝 把財神找來 他把錢捨給我 那這個其實就是 你沒有責法的原因 你根本就不會分辨 那佛法也是這樣 你不會分辨什麼是佛法 什麼不是佛法 那如果這樣修 到底是怎樣修才對 那就好像你要修嚴授法 你不是念要師仲 你是像要師佛這樣 誰有病你幫助他 誰有生命危險你幫助他 誰貧窮你去幫助他 那個財神 修財神法也是這樣 你要修他的願 修他的願 修他的心 心形 財神之所以被叫做財神 他為什麼那麼有錢 他越捨越有錢 他越有錢他越能捨 就是他那個捨心而已 跟那個善業 所以你不曉得了 你就變成 你就變成只是在明相上 只是在文字上 只是在那個外表上 你得不到真意 你不能得到那個意義 那佛法也是這樣 你修觀音法門 你修地藏法門 你修淨土法門 你說要師法門 不管你修什麼法門 你並不是說 你並不是說我修觀音法門 我念觀音菩薩的名號 我念普門品 我修地藏法門 我修地藏法門 我修地藏菩薩的名號 然後念地藏經 然後我就說 不是 你要 你修這個法門 你就要跟這個菩薩的心 他有什麼樣的心 他有什麼樣的行為 他有什麼樣的願 你跟他學 一樣這個道理 那麼摺法就是你具有這樣的智慧 你能夠分辨什麼是正的 什麼是邪的 什麼是善的 什麼是惡的 什麼是法 什麼是非法 知道了之後 努力盡盡地去修行 那你知道的是錯的 你再怎麼努力 再怎麼盡盡 也不能讓你達到目的啊 所以你修了很久 你產生不來那個法喜啊 你得不到 你活不到那個利益啊 你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智慧非常重要 所以大聖也是這樣 你沒有智慧 你沒有無所得的心 你不施實現忍入心心殘定 你終究是有落的 終究是雜染的 而且會起煩惱的 而且頂多最好 也就是變成生文的 那就已經算很好了 你沒有辦法具備成果的資料 所以他這裡講 他這裡講 他講到以檢責而引發來的 所以他說佛法的憲政 不是脫空而來的 有方便有暈緣 但是這種就是離不了文師修 就是我們剛剛講文師修正文 那麼由修所成進修而奪的 那麼修所成在這裡講 修所成它是跟定相應的 那定一定是正面正定相應的 那麼由定相應的官惠 他說修不是盲目的修 要由思所成為的法義 做深刻的思維絕症 才可以作為觀察的所用 就是你要努力思維 你想的不對 你怎麼做都錯 那你想的對也不一定做對 不一定做對 但是你想不對 就是你原料不對 你拿沙來練油 你怎麼練練不出油來 那你雖然拿豆子來練油 你說方法不對 你也不一定練出油來 因為有被你掃焦了嘛 那方法還要對 但是原料首先要對 所以才可以作為 你要有深刻的思維絕症 這個就是絕症 這折法眼 那麼你要有智慧的絕症 那麼你才知道我要怎麼修 要修些什麼 修了來做什麼 跟學佛一樣 我為什麼要學佛 要怎麼學 我學佛做什麼 那什麼是佛 這些你都要清楚啊 人家清楚啊 那 他說 那麼 世衛又要從文守承回來 文是若從佛文 若從弟子文 若於金中文 就是 那你這些知識從哪裡來的 看書來的 你在跟我講的 或是直接從佛那邊聽來的 佛頭實在是這樣 佛講的 佛弟子講的 舍利佛講的 穆建年講的 很多人不一定聽佛說啊 因為佛就在一個地方和平 包括舍利佛正出國 也不是聽佛說的 聽誰說的 聽馬尚比丘說的 穆建年正出國 聽舍利佛說的 他也不是聽佛說的 後來去依止佛 那麼就鎮到阿羅漢 舍利佛目前是這樣 他一開始 他一開始正國 正所成 他聽了之後 他聽元祈記而已 他就得正所成為了 那麼這個是 這個不是聽佛的 這個是聽佛弟子的 但佛弟子從哪裡來 馬尚比丘的智慧從哪裡來 從佛那邊來 輾轉來的 所以 歸就到前面還是佛說的 但是 如果從現實來講 他是聽佛弟子說的 其實是這樣 或是我們說若於金中文 或是他輾轉傳來 或是現在把它印成書 我們現在看還是一樣的 那麼也是從佛法那邊來的 所以文師修三位的詳細敘述 講得多一點 就是什麼 死法型 那死法型其實就 前面的一到八 基本上都是文 都是文 書寫 佛陀時代沒有書寫 就是說他不流行 把法寫起來 沒有 這個是廢陀的傳統就是這樣 因為他認為這個神聖 你把它寫上 書上 那麼書被丟掉 然後怎麼樣 他可能會泄滅 而且會讓那些不該得到的人得到 肺頭是這樣的 他們有四種種性 那麼那一些比較低種性的人 他不配讀肺頭經 那也不能夠讀到肺頭經 所以他們都習慣用口傳 習慣用口傳 後來佛法也這樣 但是佛法是要給一切人的 他不怕一切人知道 就是要讓一切人知道 但是因為他們沒有這種書寫的傳統 那中國就是比較有書寫的傳統 所以他們就用備送的 他們習慣用備送的 那後來到了大盛的時代就強調 然後初級大盛的時代已經開始種書寫 他不是種口傳 他就是輾轉傳來 他是用書寫 讓寫了更多讓大家傳傳 後來當然到了中早之後就用硬的 用硬的 不是用寫的 我們寫得太難 所以在唐早的要請人家寫經 以前做功德 他就是寫經或刻佛像 都是這樣 我寫基本經 我要做功德 我就拿錢 請有專門在寫經的人 超經寫經的人 包括寫基本經 然後功德 我現在給我爸爸給我媽媽 唐早那個時候也沒有在做超度 沒有 那我的父母往生 或是我要給他修法怎麼辦 給他刻佛像 給他寫經 基本上是這樣 那後來到了以後 慢慢就變成佛會多了 就變成請法師送結 開始是 後來就變成傳成這樣 那以前都是寫經或是刻佛像 以前流行 就刻這個佛像 以後我的父母的名字 刻一個佛像 最初是比如說這個 這個雲剛石窟 那麼雲剛石窟 這個北魏太五弟滅佛 罪恶很大 他的孫子文臣弟 那麼為了讓 就是他覺得他 因為那滅佛沒有多久就死了 那孫子就是覺得這個 北魏太五弟滅佛做了很多惡願 然後罪恶很重 那為了要給他消災 然後祈福 然後就做了很多佛像 那包括雲剛五窟就是五尊佛 沒有滅佛的 那麼他的祖先也都 他的爸爸 然後他的爺爺 他祖先上代 那就是這些 這些國王 北魏的這些國王 全部都給他刻一尊佛像 替他祈福 替他祈福 那北魏太五弟滅佛 替他滅罪 那沒有滅佛的 沒有傷害佛家的 就為他祈禮 就刻佛像 以前沒有這種超過防徽 就做這些 然後初期大事很流行 在印度就這樣了 開始有書寫 就寫經 專門寫經 所以書寫就變成 你可以流通佛法 因為你書到哪裡 人家看著書 人家會從文字裡面得到佛法 但以前沒有有什麼靠聖音 你跟我講 佛陀實在也是這樣 佛陀沒有紀錄的 沒有紀錄 就是聲音 那你要把它背起來 加上結集經典也是用背的 好 你把你聽到的佛法背出來 你把聽到的佛法背出來 然後大家 再把這些所有結集起來的 就背出來 然後傳下去 那因為背不了那麼多 那他們就分好幾部分 你背哪一段 你背幾經到幾經 你背幾經到幾經 就這樣 那你背律 就有很多人在背經的 所以有持經者 持綠者 就變成有這些 那後來就印成書就好了 就反正就是書 後來就變成大上經 那第一個是書寫 那這個是初期大上很流行的 叫書寫 第一個是供養 第三個是師湯 這些經典也拿來供養了 就是這些經典 你供養這些經典 然後就是把這個經典拿去給別人 然後另外就是別人在讀軍的時候 你專心聽 就是聞 那麼供養是你把這些經典送給誰 送給誰 供養誰 然後他讀軍的時候 那麼你專心聽 那麼你也聞 那第五個就是自己讀 第六個就是授辭 授辭就是你把它背起來 你自己把它記起來 然後你照著書上去做 然後第七個就是你為別人講 講這個經的意義 第九個就是你奉授 奉授就是你把它背出來 授辭是你記起來 記在心裡面 然後奉授是你把它唸出來 唸出來給別人聽 那這個跟第四個一樣 第四個是別人送 那第八個是你自己送 那第五個只是自己看 批圖就是自己看 看見 這個是不一樣 那這個都是文 那第九個就是思維 你看完了要思 不管你是聽別人講用看的 還是你記起來的 還是你對別人講 你都是你要思維這其中的道理 你要思維其中的道理 那第十個就是修 那你知道了你就要照著去做 比如說告訴你 這個學我的開始是三規五界 你就是要受持三規俱足五界 那五界是不殺生 你就要不殺生 他告訴你是不是你不偷盪 你就是要不偷盪 就是這樣做 那告訴你 告訴你這個 比如說這裡告訴你 你要文師修 然後你就要去多文 你就要去思考 這個就是什麼 你要照著做文 修習 修學 而且要複習 一次一次的複習 那麼你學 一直學 然後學了之後複習 複習 然後或是說不斷在學新的 就一直學 那這樣叫做修習 佛法都要依佛菩薩的開示而修習 就是觀音菩薩講的 地下菩薩講的 要師佛講的 阿彌陀佛講的 釋迦牟尼佛講的 那榮術菩薩講的 那麼等於這些 那麼你就懂道理 那麼你就去做 那也就是三規的修學過程 就是文師修 從返到聖 一定要經過文師修 所以念言經講 從文師修入三墨地 得到智慧 三墨地的智慧三昧的智慧 那麼就是這個是 這個是要傳文師修 色心為界 一介發電 一定發會 一會得解脫 從文師修入三墨地 所以三文漏學 也是一樣 那一般就是文師修正 那麼或者說性解行正 那麼就是從沒有學果的來看 從沒有學果到有學果 叫做性解行正 從已經學果的 那麼就叫做文師修正 那有時候從沒有學果的來講 那麼一開始你要生性 性解行正 從有學果的來講 他就是文師修正 因為他已經信了 文師 他就是智慧而已 修正 修就是修行 師就是從信解而來的 依信得解 那麼文一樣 就是文了信了之後 然後他要一樣要文 他解也是從文來 了解 了解他所信的 就是佛法 那麼這個是沒有學果要依信 信為人路 但自為人路 就是智慧的生成 所以這個是從 這個就是智慧 了解 修行正 那麼這個其實就是包含這裡 解行 那麼智慧的智慧的層次就是文師修正 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 佛法基本上就是智慧的修學過程 那智慧主要是文師修 從有肉到無肉 無肉就是正所成 那麼一定要經過文師修 大多數的人 文就頂多留在誦經 多數佛教讀 文就頂多留在誦經 有的甚至經也不受 就只是念佛 然後他就要正無肉 這是不可能 那麼頂多可以成定 修定 那麼你一問就不懂 你沒有讀經 你知道無我的道理嗎 不知道 不知道 你知道元群的道理嗎 不知道 你知道室弟的道理嗎 不知道 你知道宗道的道理嗎 不知道 那不知道你要怎麼成佛 你要怎麼解脫 無肉會 沒有啊 你持做可以嗎 也不行 送經呢 如果你有去理解經的道理就可以 如果你不理解 你只是把經送一遍 送完最早就做功德了 就開始要迴向了 你哪來的功德 有什麼功德 你都不懂這個道理啊 你都沒有智慧嘛 你都不能分別什麼是法什麼是非法 怎麼樣的法是有利益的 怎麼樣的法是沒有利益的 沒有意義的 那你說你在修賢 你到底在修什麼賢 那麼所以這個是 一般佛教徒的一個通病 多數的人其實不了解佛法 他都一直以為他是佛教徒 其實他連什麼是佛教都不知道 真的 真的 所以他這裡講 綜合起來 這個就是平常說的三種般若 這個剛才我們有講 有畫出來 憲政會就是實相般若 是聖意的 修會跟師會是貫照般若 師會跟文會是文師般若 就文師師修 基本上就是文字 那麼師會是英文的也可以不以文 就以語嘛 他不一定是文字 他聲音也是 文字聲音圖像都可以 那麼文師修是世俗般若 因為可謂聖意般若的因人 因中所果也就假名為般若 那因為他可以正成般若 這我們前面畫的圖就是小小小小 那修學般若 所以般若經論為文師對象 也是必要的質量 修學般若的觸方便是文師 所以親近善有其多文訊息 是必要不可缺的 實為修學會所依止的 那麼這個就是這個季 那後面說有兩點要注意 因為時間到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再來講什麼是多文 好 大家合掌一下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切 我等與眾生 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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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給你 失常了